位移 总体要点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谁手上有位移 谁就厉害 谁手上没有位移 谁手上的位移技能在设定 那谁就更弱一点 为什么这个一 这在这第一点上面 其实来说怎么来说呢 就是说从第一点来说的话 是艾克要稍微占一点优势的 为什么说从第一点占优势呢 因为艾克的位移技能 比其他中单的位移技能设定都要短 如果你们玩中单玩的比较多的话 就会发现艾克的一级的设定 确实比其他中单要短得多 我们举个例子的话 鱼人的一级一是应该是有18秒 然后妖姬的一级W是14秒 杰的一级W是22秒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而艾克的一级的一级呢 应该是只有10秒左右 应该不会太长 我也记不太清楚 到底是具体多少多少秒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我们这是第一点 谁手上有位移的手 谁就可以打得凶一点 谁手上没有位移 谁就得打得怂一点 这是我们总体要等低一点 第二点的话 双方如果都有位移的情况下 那谁反应快 利用位移技能躲掉敌方的技能 那就谁厉害 就比如说我们在打压锁 打结打要击 这种英雄的时候 这就看谁能用他的位移技能 躲掉另一个对面的技能 就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艾克 我用我的一技能把结的weq全躲掉了 那个那个结肯定打不过 但如果对吧 我们艾克在主动触击妖机的时候 我们的q技能被妖机的w躲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打不过 所以说如果就是我们一般玩艾克 为什么碰到那些有位移的英雄 非常难打 就是很吃操作 打那种没有位移的 你可以打双q特性一点操作都不吃 但你打有位移的英雄 你必须要吃操作 而且非常吃反应速度 就是说在别人丢技能的时候 你要快速的反应过来 用一技能躲掉他的技能 这样的话你才能更好地跟他打 这是第二点 就是说谁都有位移的话 那就看谁反应快 就是谁厉害 那第三点就是 如果我们要主动一下 好那就必须卡cd 我们昨天说了 打一些没有位移的脆皮法师 我们在有电行的时候 有些手可以不卡cd直接杀 对不对 但打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那就必须卡cd 不卡cd的话 就说双方技能全战 谁先手 谁就吃亏 就比如说妖姬 如果直接达不上来 打艾克的话 那是妖姬吃亏的 因为我们可以趁妖姬 达不回去的时候 直接一过去打他一套 如果是杰主动达不一套 我们也可以用一技能 躲掉他的达不一套 如果是蓝刀 先手Q过来的话 那么也可以用一技能去躲掉 去躲掉他的达不住 这的话他达不住被动 我们达不住被动 那这样我们就会赚一点 就说如果就第三点 双方都是有位移的英雄 技能都权杂的情况下 谁先手 谁吃亏 所以我们一般这种手 都是说尽量打反手 要先手 你就必须要卡cd 比如说我们打妖姬 可以卡妖姬 wcd 然后打杰的话 也可以在趁杰 再用Q技能收兵的时候 他一般因为有的杰 有玩杰的玩家 有的兵他是不敢补的 他会用Q技能来补 这个时候他用了Q 把他手上就只有一个we 但他一个we肯定是没有 我们一个三环要 就远不如我们 EQ加三环那个伤害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上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的话 一般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推线都没有艾克他快 除了一个英雄 除了就是什么 蓝刀 蓝刀这个英雄推线的速度 跟艾克差不多 就除了蓝刀以外 一般有位移的英雄 推线都推不过这个艾克 就比如说杰 腰机 你想一下杰腰机 小鱼人 这些这些英雄 有哪个英雄 亲先亲的过艾克 都亲不过 艾克不仅亲兵性快 而且亲兵性还安全 对不对 虽然鱼人的亲兵性能力也可以 但是你想一下 有几个鱼人敢 当着你的面 去用一技能亲兵呢 对不对 但我们艾克就不用担心 我们艾克把 可以把一技能捏着 就我们不会用 我们虽然亲兵 有可能跟小鱼人一样快 但是小鱼人亲兵 用的是他的保命技能 而我们艾克亲兵 用的是一个 就是说 不就是说不太重要的技能 就是说你把这个Q用了 别人跟你打 你还可以用一跑 这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艾克的一个优势 这是第四点 就是一般位移的英雄 推线都有位移的英雄 推线都没有艾克看 快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 推线快的一个优势 然后去跟他打游走 打自然 而不是一定要打对线 因为这些都有位移的情况 就是双方都有位移的情况 你想单杀别人是非常难的 就比如说你们打亚蜀 如果碰到一个厉害的亚蜀 你现在真的很难杀他 有位移的 双方都有位移的情况 两边的人都会打得非常谨慎 既然与其如此在现场 都要就是默默唧唧浪费时间 我不如退完线去游走 因为我跟他打对线 我要猜的非常多 比如说我说的 又要卡射地 又要计算他位移技能有没有好 又要计算我有没有电行 那计算 与其计算的都这么麻烦 还不如我们去游走 游走的时候啥也不用计算 只要我们能多就行了 对吧 所以这个游 特别是 这个游戏特别是这个版本 中单是最需要 就是说一定要去带起节奏的一个版本 就你玩中单 如果一直在中路刷 这个版本是不可能赢的 这是这个版本的核心所在 就是必须要打架 队友打架 你必须得去 你一个人再怎么顺 别人打架 打起来 打得两天活来的时候 你没过去 你的队友全崩在状下 你再怎么顺也没有 这个不是法师 就不是以前的刷子版本 这版本就是打架的版本 就跟大乱斗一样 我觉得这个版本 第五点是 艾克的位移技能 是除了压索以外 射地最快的 我们之前说的 就是说 从在第一点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 就是艾克的位移技能 一般比所有英雄的 今天射地的位移技能 射地都要短一点 这样的话 这个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短 那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 就比如说 我跟杰 我的艾克跟杰 互换了一套 你说杰用WQ打到了我 我也用EAQ打到了他 打了上环 但是我下一套 EQ好的时候 那个杰的W还没好 这样的话 我直接上去跟他打 他打不过我 为什么 因为杰少了一个劲呢 这是我们的优势 就是说 如果你的位移技能 CD是比较短 你可以第一套 硬换去 然后第二套 一好的直接上去跟他打 这样的话 他位移没好 他就打不过你 就比如说 昨天打歇轨 跟打歇轨也差不多 歇轨的确实 也是24秒左右 你第一套 把他确实逼出来 第二套 我技能好的直接 这个路质 不小心按关的 我们应该是第五点没有讲 就是第五点 那个关机 关路质了 我们再来讲一下第五点 第五点的话 就是 艾克的位移技能 是除了牙索以外 CD最快的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打截的过程中 第一套 我们跟他互换一套 那第二套 我们好的时候 截的W还没好 那这样我们直接跟他打 是肯定稳赚的 截的W是22秒 而艾克的一技能是10秒 对不对 我们放一放两个一台 才只能放一个W 就是我们艾克 位移技能 CD快的一个优势 这是我们的一个 今天讲的一个打有位移的英雄的五个总体要点 你打这些 打这些就是双方都有位移的英雄 那就是按照围绕这五这五点打 就谁有位移谁厉害 都有位移的话 那就看谁反应快谁厉害 然后主动消耗的话 就必须要卡CD 第四点就是说 我们如果实在 就兑现的时候 心机拆的太累了 那不如推线游走 第五点就是打一套 第一套换一套 第二套再直接上 他没有位移 他打不过我们 这是五个总体要点 我们下面的话 再来说一下兑现细节 首先的话也是一样 一级选Q 虽然双方都是有位移的情况 但是 这些 就是说我们之前在第四点说了 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前期推线都推不过艾克 而且一级的时候 大家都不是 都是不厉害的 就比如说 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他一般一级都不厉害 就比如说 妖姬 节 然后还有小人 他这些英雄一级都不厉害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一级没有 就是不会学兔进进来 一级的节一般学Q 一级的妖姬稍微有点刹上 但是一级妖姬推线太满了 我们用双Q推线的话 他也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我们一级的时候 可以非常舒服的推线 甚至比打那些法师来说 一级我们过得更舒服一点 比如说一级卡特 他顶多就Q你一下 他有A不当 因为他也是个进战 所以说我们一级的时候 打这些有位移的刺客英雄 是比打法师 那个压力要小一点的 只不过后面都有位移的时候 我们压力会大一点 我们这的话 首先说一下 一级怎么打 一级的话 我们一样学Q技能 在小兵 那这个推线方法也是跟昨天一样 就是在小兵乘一条直线的时候 先丢第一个Q 打到那个小兵 然后顶着敌方的伤害 把近战小兵的三环全部打出来 然后等近战小兵残血的时候 再丢第二Q 这就是我们昨天 把之前前几天一直强调的一个双Q 推线法 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吧 那我们这里的话也是一样 给你们看一下素材就OK 这个推线法的话 我们前几天讲得非常明确了 已经 这里我切回桌面 给你们看一下 我在兑现这些英雄的时候 一个打法 第一个是打结 结的话一级学Q 结一级学Q的情况 他对我们 他技对我们造成不了威胁 就是一级一级的结很难Q到我们 毕竟他的Q是个要预判的 第二的话 结的一级还推不过我们 所以我们一级打结的时候 可以 怎么说 就是可以非常肆无忌惮的推线就行了 毕竟双方近战 他也不可能A你 A你的话 首先他推线没理宽 第二的话 他推线没理宽 你的小兵就比较多 他A你的话 你的小兵比较多 他是不可能上来 就是说这个结不可能傻乎乎的上来A你的 对吧 这样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一级的时候 对吧 可以非常舒服的推线 就躲在小兵后面 这里的话 虽然肉兵有点多 但是 你就躲在小兵后面就行了 因为我把兵器推进去之后 他自己也得亏兵 就是一级的时候 我们玩A个 无论兑现谁 都是要把兵器先推进去 这样的话 你可以更好地去作业 而且这些刺客英雄 就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一般都是刺客 而且对吧 他一级对我们还造成不了任何压力 但你们一级推线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躲在小兵的后面 这样的话 就是打结的时候 要躲在小兵后面推 这样的话他Q穿过小兵之后 就算Q到你 伤害也不高 你不要给他直接Q 如果你给他直接Q的话 那个结的伤害还是比较高的 推完线 利用双Q推线法 推完线之后 还是按照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在两分三十秒的一个位置 做一个假眼 就做那个两分三十秒的眼 这是一个打结 我们再来看一下打卡特 打卡特的话 你看我们一级也是一样 我们Q兵 他Q我们 但是问题不大 因为他Q我一下 也不怎么掉血 而且卡特一级的Q 射程非常长 我推线的话 他一直能跟我对着推 他并不能对我造成什么威胁 比一级卡特是没有任何杀伤你的 但是我们推完线之后还是一样 基本上 艾克打任何英雄 一级都是利用这个双Q推线法 除非有那种一级非常强势的英雄 有可能你不敢推 就比如说我以前碰到什么 一伤卓 就那个冰女 冰女一级 他Q技能射程非常短 而且大概你会有非常痛 碰到这种英雄的话 我会用Q技能补最后一刀 但一般情况下都是那个双Q推线法 而这里的话也是打蓝刀 对吧 打蓝刀也是一样 蓝刀的话 这个英雄是少数几个 在就是有位移的英雄 还能推线跟 就是蓝刀的特性跟艾克有点像 对吧 既游走快 对线也比较强 而且推线也快 所以说我们打蓝刀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级跟他对着推 当然要注意就是 A兵的时候 不要离他太近 就如果蓝刀离你非常近 你这个时候尽量就说远离他一点 因为如果你离蓝刀非常近的话 他的W技能是可以 说稳定中二段的 对吧 你看我这里在用Q技能推完线 我一直在有意的干嘛呢 用走位去躲掉这个蓝刀的W技能 我们重新看一遍 打蓝刀的话我们需要多讲一点 因为这个英雄 算是艾克在打位移英雄里面 比较难的英雄 一开始一级还是一样的 用Q技能推线 用Q技能推线的 你看这个蓝刀的走位非常明显 他一直想用W砸我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稍微离他远一点 一定要记住 打蓝刀 一级的时候你不要 去跟他换血 因为蓝刀的一级的W 你在补兵的时候 他往前一战是可以刮中两段的 蓝刀刮中两段 就算他不打出背动 那个W两段上下也是非常高的 就跟别人平常走位 不可能吃到你 艾克的Q的二段一样 对不对 我们能可以吃他一段 但是不能吃他两段 就是说对吧 当这个蓝刀走位比较靠前的时候 我们稍微往后 就是说稍微往后 就是说走一点 然后等一下我们 等我们下一个Q 然后再去推行 蓝刀的话 这波他虽然 这个蓝刀 第一波跟我的博弈什么呢 他想好我的血 而我想要推行 导致什么 我的Q比他先丢 所以我的Q比他的W先好 导致这波推行的时候 我用了两个Q 而他只用了一个W 所以说他这波为什么推行不过我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两个的推行能力是一样的 但是只不过是说 他把技能留给消 想着消耗我了 但我没有想着消耗他 而且他也没消耗到 就算他消耗到 我其实我这手也掉不了多血 只要不吃到二段Q都可以 好吧 这些打蓝刀 如果蓝刀是跟我们一样 界面就放W推行的 那我们也一样 放Q推行 他没有W的期间 那么就可以肆无忌惮的 去A兵推行 如果像这个蓝刀 就是说他有W在的情况下 那你就不能肆无忌惮的推 而是要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不能让他打乎挂拉断 你看这个蓝刀 我们从最后可以看出来 这个蓝刀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 100多场62的胜率 也不是那种非常菜的 所以说这个蓝刀的话 也是有心机 当然这个心机就是说心机错了 其实跟我的话 他应该一级跟我对着推的 这地方你看我们一级 也是一样两个人都五个刀 而我没怎么掉血 我先把兵线推过去的情况下 这个蓝刀用身体扛兵线 反而就掉血还比我更多点 你看到没有 蓝刀现在是掉了一点血 而我是满血 这就是我们这个推线的好处 因为他把兵线放进塔 他肯定得漏刀 就再厉害的人 他在补塔的时候 难免漏一两个 所以他就用 用圣里扛 用圣里扛 他这个掉的血 其实也相当于我们号的 表面上是小兵打的血 但是其实也相当于我们号的 因为我们的策略使用 对了 这是我们打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一级也是一样的 因为一级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都没有任何威胁 一级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位移 比如说卡特 杰 蓝刀 一级他们都没有位移 所以说这个时候 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然后到了两级 我们就开始要博弈了 因为两级的时候 是一个关键点 蓝刀两级用的QW 卡特两级用的一个 这个QE 杰的话 有可能两级学W W技能也可能学E技能 那这样的话 杰如果学E技能 我们AQ打他 他也可以QAE打我们 那互相交换雷霆的话 那这个掉血是一样的 如果杰学了W 他可以干嘛呢 如果我们直接E过去 他直接WW逃跑 然后回头一个双Q标我们 那这样的话 反而我们会更亏的 所以这里就两级 打这些有位移的 两级是个关键点 就两级谁有优势 基本上就跌立了 后面的一个优势的 一个走向 你知道吧 然后两级的话 一旦到了两级 那我们肯定学E技能 因为这时候 对吧 要博弈 肯定不会学W 然后两级时候 我们这里列出了两种流派 好吧 就第一种如果敌方中单是激进派 就比如说像刚才那蓝刀一样 时刻刻想着消耗我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干嘛呢 就是说如果敌方中单是一个 打得很激进的 总是想消耗我 走位比较靠前的话 那么就干嘛呢 用平A补刀 Q人 但不主动E 记住这里我们说的 没有要你用Q进来去打兵 看到没有 这里就跟打那些有位移的法师不同了 因为你打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如果你主动的交了Q 还看到你交Q的情况下 就按照我们之前的打法说 卡C定 他就会卡你的Q的C定 他直接上来给你打 那这个时候你只有1 你是打不过他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学会的一点 就是说 如果敌方中单走位比较靠前 那么就一直用平A补刀就行了 把技能捏在手上 也不主动 也不主动放Q 也不主动放E 等他主动来找我们打架的时候 因为这时候我们手上有技能 那我们还是可以跟他换血 他主动过来 那就代表什么 他要越我的兵 而且他主动过来 更容易暴露他的破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等别人先手 等对面先手 然后我们用后手1 那躲掉他的技能 然后再反打 就比如说 刚刚别人说 打卡特 打结 打蓝刀 对吧 如果卡特是主动QE过来 那么就可以用1技能 躲掉卡特的一个Q技能 那个 那个 就闭手 打蓝刀的话 蓝刀如果主动Q过来 我们就用1技能躲掉蓝刀的 蓝刀的蓝刀 如果亚蜀主动1过来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 直接QA1 打一套上环 那这样是不可能亏的 两级的亚蜀 打两级的艾克 只要艾克不是 就是说想跟亚蜀拼 就是仅仅是交换一套技能的话 那是艾克撞的 如果对拼起来 就是艾克是亏的 还是我们把这个 如果敌方中单打得非常激进的话 那么就利用这种处理方式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敌方中单是稳键盘 就是说对面的中单 是打得非常稳 走位非常靠后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干嘛 则在有Q的时候 大胆的AQ推线 因为他非常怂的话 那这个时候 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胆子 打你的类型 你就算没有了Q 把你往后缩一点 那就耗不到你 就是说 如果敌方中单是那种比较稳的 我们就大胆的用AQ推线 然后没有Q的时候 如果敌方走上前 就看敌方看到我们没有Q了 他想过来打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先缩在后面 等Q进来CD 然后一进来同样用来反打 这里的话 就是说如果敌方中单很稳的话 我们同样也是利用双Q推线法 只不过 这里的双Q跟前面打法式的双Q 有点不同 就是一切 打法式的时候 你没有Q 你可以 你不用躲得那么厚 对吧 但是打这种有位移的刺客 你没有Q的时候 你要躲得更后面点 因为刺客的爆发是非常足的 这是一个两极的第二个要点 就是敌方中单 如果是个稳健派该怎么去运动 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主动消耗 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动了杀星 或者我们都要想打的更激进 那就干嘛呢 必须要卡CD 不卡CD 谁先手 谁是可以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你想上去消耗杰 消耗蓝刀 消耗这个卡特 你就必须要等他先丢一个技能 而杰会用Q补刀 蓝刀会用W推线 推线 然后卡特的话会用那个Q 也有可能用Q技能补刀 在他们把技能用完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就可以主动消耗变了 就如果敌方 双方技能都全在 那你不要做主动 先手上去的那一方 如果双方到底就敌方技能是D的 你才能先手上去 对吧 这是我们一个要点 这是我们的一个三个要点 我们下面还是一样 看一下素材 就是打分别是打结的 这里我把视野做完之后 一般两极第一波兵 第二波兵的第一个兵 死亡之后就会达到你两极 这个时候如果你抢了等级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上去了 这里的话 对吧 我们双方技能都全在 我跟他互换一套 你会发现 双方的血量是不 就是我不赚 他也不赚 这种就是典型的 我们这里的话 是因为我先到了二极 所以我主动出手了一波 如果我们俩都到二极的话 我是不会乱上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这个截还远离了我的小兵 看到没有 这截远离了我小兵 所以这波我上去跟他打的话 我是不会吸引到小兵的仇恨的 所以这波我才这么古断的 先上去换一套而已 而且我把二段Q打出来了 你看打完一套之后 我给他打一套电子 其实我们俩换就一样了 发现没有 就是你不卡CG的情况下 一般就也只能得到这种效果 对吧 这的话有一段 我们说的 之前说的 我们说的 我们的技能CD 位移技能CD是比较短的 所以说导致第二波 我就直接给他杀了 这里他Q1虽然也好了 但是我的技能CD也好 对吧 也好了 而且我这里也是 打这种刺根英雄 我们一般会选择戴隐然 戴隐然的话 对拼上面会稍微占点优势 对面也带隐然 如果你不带隐然 你对拼会对吧 就很吃亏 懂吧 这是我们两极打劫的一个套路 这里我为什么要直接上市 因为主要是我以为 就是我觉得我比他仙道 想打完一套就跑的 结果这个小兵 就我们的小兵比他 跟他小兵一起死 我看到这个小兵的血量 你看 对面这个进展小兵 明显比我的进展小兵 掉血要掉的快一点 但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其妙 后面那个敌方的小兵 突然开始攻击 激活我这个残利小兵了 所以导致这波 我没有就赚到多大 这是一个打劫的 那我们就说 他如果不卡CD直接上的话 你肯定是要说要玩操作的 或者说你是不可能赚太多 你看我们刚才第一波也没赚太多 我们这里话再看一下卡特 打卡特的话 这波卡特一级过去 这样我为什么没有过去 因为我跟卡特都是一级 就算过去也没有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不如等一等 就等我到二级 我再过去支援 你过去没有用的话 那就不用过去了 过去有用 那一定得过去 这的话我到了 到我把兵线偷完之后 这个卡特快损了一点点小兵 然后我再过去把这个打野人头收掉 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快进一点 那这里这波 这里打卡特的时候 就没有对线环境 因为对要打起来我们本来得过去 反正就是说两级的时候 尽量就是以稳重为主 说白就是以稳重为主 如果敌方激进 那你就等他放技能了 用一技能躲掉他技能 如果敌方很怂 那就双Q推线 对吧 你没有Q的一段时间 那你也得怂 就谁没技能 谁就得怂 对吧 我们这里的话 再看一下蓝刀 两句说打蓝刀 你看这里也是一样 蓝刀在推 对吧 跟我一样 他对着想 想跟我对着推 这的话我先打到R级 这蓝刀其实玩的真的很好 他看到我用Q推线 他也知道 他也要用W推线 去抢个R级 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由于艾克 对吧 虽然我们两个都用技能 推线的效率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有个被动 可以对小兵造成伤害 但蓝刀的被动 蓝刀的被动 不能对小兵造成伤害 所以说这里我比他 更快的一步到达R级 那我这里抢到R级的话 那自然不用多说 直接一上去打一套一套 因为我等级比他高 我上去肯定是赚的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这波都要赚的一个原因 就是赚的一个 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先抢到R级 那这个时候就不用犹豫了 那这里的话就蓝刀 你抢到R级之后 这里我们带的是治疗 不这个TP 这就是我们带TP的好处 你带影仰的话 我有可能第一波就直接跟他对拼 就是到死了 但我这里带着治疗了 不带着屏障的话 不是什么带屏障 带TP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其实这波我们是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利用了闪现加影仰 才换掉我们一个闪现加一个TP 而且我们回来的时候是蛮 就蛮状态 他是残状态 对吧 就是我们一个带TP的好处 就这一点 带影仰的好处就是 刚才我那波抢到 我就直接跟他无脑的打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到不了 但是如果我带着TP 那我就必须得回来 因为那一套我杀不死他 剩下剩余的伤害不够了 但我如果带影仰的话 那一套伤害是够的 如果继续追他打 他跟我打的话 他肯定是得死的 这就是说带TP和带影仰的 不同的好处 带影仰就是你的斩杀 血线更高 对拼能力更强 带TP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利用你的一个TP 去骗出敌方的伤害仰仰 就是敌方的伤害仰仰 只要没把你带TP的人弄死 那这个时候你TP出来 肯定是赚的 就是我们一个两级的打法 当然两级是比较火的 一般推荐你们两级 就是稍微稳一点打 尽量不要去说 跟别人什么拼操作 因为一旦拼输 你后面就没了 我们说我们之前 在这个背景板里面说 两级是一个关键点 两级的时候 如果谁拼输了 那这后面基本上 你就无脑被压的打 所以说与其要搏一搏 那不如稳一稳 对吧 我们再来说一下 第三个就是三级的时候 要注意的东西 三级的话 我们一般会去W进来 然后对线方式的话 也是一样 跟两级一样 只不过就三级的时候 多了一个护盾的手段 可以利用这个护盾 给别人换血 就是说如果我们 三级的时候 想主动的换血 那就先利用W套盾 再EQA换血 当然这里是不推荐 为什么不推荐呢 因为别人看你丢的W 他有可能不跟你打了 那这个的时候 如果你白就白丢W的话 就会让你的蓝量 就是让你蓝量会变得很低 所以说我们一般还是推荐 你打反打 就是两边都有位移 就是打反手 谁先手 谁就得吃亏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 还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就推荐就行了 如果想强行推荐 那就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 先用W套盾 然后再用QA推荐 然后一技能留给他跑 知道吧 你把他打这些 就是说打 我们昨天讲了 打那些无位移的法师英雄 你可以打得激进点 但打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我们就要打得保守一点 就是稳重一点 不说保守是稳重 就尽量等他先手 他不先上来 我们也不会先上去 就是这样你知道吧 三级到五级的话也是一样 当我们艾克用了两级Q的时候 也是一样 可以两Q收掉敌方兵 如果此时求稳 那就可以一直用双Q推荐 我们说了 之前说了 那些有位移的英雄 一般都推不过艾克 就算难道跟艾克五开 我们两对着推就行了 我们也不跟你打 我不跟你打 你也没办法找我打架 因为你主动找我 我可以用一技能夺利的W 我主动找你 我硬伤害又拼不过你 那既然这样 双方先手都不利的情况 那双方都会非常稳 那都稳的时候 那我们就肯定要 如果要打破这个僵局的话 那就可以用Q技能推荐 对不对 然后第二的话 如果此时求凶 那就找准 把敌方技能设定的 就一切 敌方敌人设定的 一个真攻击上去换血 就如果我们想这时候 想打破这个僵局 不想这么样 跟别人对着刷的话 那你就找准敌方 任何一个技能 在设定的时候 你就都可以上去跟他打 就打结的时候 你不用在乎 他到的是位移设定 还是Q技能设定 还是一技能设定 他只要有一个技能设定 他都打不过你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三个技能 他只有两个技能 他凭什么能打得过我们三个技能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三级到五级 然后这的话 我们也是给大家看一部 看下视频 那这里我都要怎么去兑现 这个三级之后 怎么去兑现这个节的 这里上线的话 我们快进一点 还快进一点 等着这个时候 我们到我们三级 结还是两级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主动上去找他打 但是还是先把自己的兵谱 而且这个人已经认怂了 他躲得非常远 虽然我想主动找他打 但是他躲在后面 然后这里的话 为什么我敢 这里找到机会主动上去了 就本来我一直想跟他打 就是因为我现在三级 他两级还打不过我 对不对 我想着跟他打 但这个人的站位 已经站得非常明显 就是说躲得非常厚 而且我也小兵要补 所以说前面一直没有跟他打 但这里的话很明显 这个节 就我不知道这个节 是不是吃这个兵 要会到三 但是他一定会用Q技能 去补这个兵 就是我们打对线的时候 心里要想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知道 对面想干嘛 你看这里我就很明显知道 这个节 要用Q技能去补这个兵 因为我们之前说的 我在讲其他英雄的课程 里面就已经说了 在别人补刀的时候 是最容易消耗别人的 为什么 你看 节一开始 一直站在这一 就是站在他的 就是接近我的阴影 世界的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 我是一过去打不到他的 但这个时候 他为了他 他因为想用Q技能 补这个小兵 所以走进了 我一技能的范围 就是距离 导致了我这波EQ 能打到他 这一波我就非常赚 你看前面他站的位置 他现在站的位置 就是我们说 这个节 现在站的位置 我是EQ过去 打不到他的 那我就再找一个段 能接近他的机会 就这个机会就什么呢 就是他在补这个兵的时候 而且这里也是同样 我知道 他这个距离 只可能用Q补兵 对不对 那这样 他Q技能cd的 我上去跟他打 是不是赚的 对不对 我们说了找准一切 卡敌方技能cd的机会 然后找就别人跟别人打 那么这一波我就赚得非常非常大 他本来是个满血的节 对吧 吃了我这一套电影 就直接没血了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找准一切敌方 如果求凶 就找准敌方一切 技能cd的机会 去找别人打 如果求稳 那就一直用这个双Q推线 像这里的话 他已经躲了 也是一样躲在塔下了 我耗不到的话 那我就直接推完线 然后去找机会 去帮助一下队友 或者游走了 这里的话 如果看到下路打下来 我就往下路再赶 因为他在塔下 我压他的风险比较大 而且我一个近战 在塔下也压不到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 不如去帮助队友打下架 但是我去下的时候 刚好对面人好像不准备打了 这里的话 他们感觉他们 就感觉对面残血 有点跃塔的机会 就是这里稍微去 帮队搞一下跃塔的事情 因为我们之前说的嘛 艾克真雄千万不要害怕跃塔 这波的话是稍微有点失败 主要是这波的话有点急 因为我感觉 我冰键推过去了之后 没有事情做 而且这波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队友没跟上 其实这波队友跟上 我们是肯定能打得过的 你看一下我下楼的血量 陆路满血 我们从右下角的一个基本板 可以看到陆路满血 大虫子大半管血 对面的辅助 就基本上死血了 对面AD是半血 堂囊满血但是没什么用 因为堂囊之前已经把E放了 这里他们如果跟上来 就是说跟上来帮我贡献一点 杀囊帮我贡献一点流伦的话 其实这波我们是可以打的 我队友在这里都没动 陆路回家了 陆路回家的话 这两个人 对我看到陆路这里回家了 但是这两个人还是有战斗力的 对吧 这个大嘴有这么多血 其实这波可以打的 但是没有沟通 因为这波我只要打出三环 我感觉可以打吧 就队友没有配合上 主要是我 这波虽然是 就是说有可能是我带错了一个错误的节奏 但是 这也是我找机会的一种能力的表现 对不对 你看我这时候在中路压这个节 其实压不到东西 我说了吗 我一个进展 我压不到这个节的 那我既然压不到他 我不如去找点机会 如果这波找成功了 你们会有可能会觉得我很厉害 但是这波找失败了 你们会觉得我很态 但这个东西很正常 对不对 懂不懂 就你不带节奏 那这些游戏就没有节奏的带动者 你要敢于带 这里的话 我打不稍微放的有点早了 如果不放的晚一点 好像也是能打的 其实也算是我的失误吧 主要是我真的在中路 没有 刚才在中路是浪 完全就是浪费时间 对吧 我因为浪费时间 我肯定不会让这个 就说 让这个这一段时间就慢慢 就慢慢流逝掉 我肯定要找点事情做 当然找了一个错误的事情 那就对吧 这个也算是自己的失误 但是我主要还是感觉能打 因为对面的下路是两个残血 只要他们过来把兵线推进塔 我过去一个EQA打一个三环 应该是能死的 但那个两个人没推现 只能说配合失误了 讲到的话 应该不是我那波带的错误节奏 我感觉他们应该能把兵线推进去了 我们再重看 现在再分析一下 就是你没不死 还是要去分析 或者说有可能是我这波上级了 但我感觉他们推不进来 好吧 算是我失误了吧 算是我太心急要找节奏 我们再来看看下后面对线 结了一个详情 结没上线的话 我们这里还是 这个快点掠过去 这里打结还是一样 如果兵线在敌方塔前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一样 没办法笑话 那我们这时候想的还是干嘛呢 把兵线推进他的塔 把兵线推进塔之后 兵线就会回推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更好受一点 你看这种我们就说了 你看这里我就放了W推线 为什么 这里为什么要放W 因为第一 这个兵线的位置非常危险 就结WQ全战 对不对 我如果去强行推的话 这个结肯定想着WQ来跟我打 这个兵线的话 我想跟他打 他就会退 就是说后退到塔下 他想撤退就能撤退 他想跟我打 我就跟他打 跟我打 所以说这个兵线队友非常不利 那我就直接放W技能 斩一绳护盾 把这个兵线强行的推进去 然后让这个兵线回来 那这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之前说的嘛 双方位移技能都在的时候 就看谁反应快 谁反应快 谁在战友 你看这里 他用一个WQ就被我的一个E 他的三个技能 WQ三个技能 被我一个E技能躲掉了 虽然这波我没打算 但是我还赚了 因为他的技能都没打到我 对吧 你看这里的话 我们对吧 这是就已经求我了 因为杰这个英雄 说实话的话 双方都有位移的情况下 真的很难杀人 对吧 你想应该 那个杰只要把W捏着 你怎么样都杀不了这个杰了 对吧 这里的话是我们刚才的一个 就是说把那个去下路游走之后 一个环节 我们再来后面再看一下 这里三级到五级 刚才我还赚两级 那我们三级到两级 对吧 还是一样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 你打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他的清兵能力都是没有你快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疯狂的清兵 你打这英雄真的主要是风险很大 如果你一波失误 有可能就把自己玩死了 所以说尽量不要 就是在没有绝对的优势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上 绝对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卡瑟蒂 就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之前说的一个思路 我们推陷比较快 都有位移的情况下 一般的英雄都没有艾克的推陷能力快 那我们这次推完线就可以去搞事 你看刚才的话就在野区找到敌方螳螂 虽然这波我一个人 前期艾克一个人的伤害是肯定杀不了人的 但是我们去敌方野区找到螳螂 就是看到这个螳螂的位置 就让我们的下路少避免了一波被干壳的机会 这里我没有看到螳螂 有可能遭殃的就是我下路 那我看到螳螂 导致的我队友就活下来了 然后这里我们推完线之后 去搞事之后 回来的时候发现把敌方这个卡特过来烧 那我们就配合自己的打野把他弄死 主要这种真的双方有位移 就你们觉得难打是很正常的 因为就看谁操作厉害 双方有位移 就看谁能用他的位移 把对面的位移 把对面的技能躲掉 你看刚才为什么能打得过那个结 那个结段 就是说我一失血没掉 那个结打我都没掉血 但我打了很多血 就因为我把他的技能躲了 打卡特也是一样 打蓝道也是一样 所以打这英雄尽量就说 你对自己的操作 没有绝对的把握 或者说目前不占绝对的优势的时候 尽量不要太过于激进 不要太想着说我要跟他操作一步 你只要把一技能捏着 其他也杀不了你 任何英雄都这样 你知道吧 你对象任何一个有位移英雄都这样 什么蓝道亚蜀 你把一技能捏着 他也杀不了你 然后他把位移技能捏着 你也杀不了他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为了打破这种 为了打破这种 就是很平衡的局面 那我们只有通过推线之后 找节奏来跟他比 比较我们的一个优势能力了 好吧 就我们不能说 跟他一直对线 一直对着刷的话 你们有肯定 不仅你们心里觉得不甘心 第二的话 你也可能觉得很无聊 那你推一步过来 我推不过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对着推肯定很无量 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去游走一下 像这的话也是一样的吧 这蓝道 还是时刻的想用技能去消我 他不推线 那这时候我用技能推线 那我就更舒服点 然后按照我们之前说的 没有Q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走进 你敌方的一个突进范围 虽然你推线比对面快 但是你用技能推完线之后 你这一段时间是薄弱期 所以说没有Q的时候 你要往后退一点 你看我这里没有Q 就基本上躲得非常远 你看这里我们就是 这一波就是基本上是跟 蓝刀 对线的时候 一个教科书的换学方式 是什么呢 蓝刀如果他激进 对吧 他主动Q弹来 你就回头Q他一下 然后这时候你记住 不是蓝刀一Q上来 你就直接放E 对吧 蓝刀直接Q上来的时候 你是先放AQ 然后等他放W的时候 你再放E技能 把他的W二段躲掉 你看没有 我一完 我是一拉开 就拉开那个W的二段的一个范围 之后我没有立马A过去 因为如果立马A过去了 他W回来的二段的这个弹道 还是能打到我 表面看起来前面 就是说前面这一部分 我坏了是因为蓝刀打雷霆的方式比我快 他QAQAW就能打电型 但是我的话要 EQAA 我要A两刀才行 所以说这里表面上坏了 但是不用担心 等他躲掉他W二段之后 我们只要打出三环 那这里我们肯定是不亏的 你看后面我们就把血换回来了 看到没有 我们仔细看一下 双方自己刚开始对拼的时候 我们都是满血 我甚至我的血量还少一点点 到后面我就赚了非常多 所以你们只要记住 双方都有位移 就看谁能把用位移把技能躲掉 就这么简单 对吧 这波其实打野的Q伞 稍微失误了一点 不然这里早就把蓝刀杀死了 让这个蓝刀跑了很久 这的话给他刮到阿段之后 我肯定就不会再上去给他打了 因为你给蓝刀刮到阿段之后 是非常伤的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 对吧 双方有位移就看谁 双方都有位移的情况 就看谁能用位移技能躲掉敌方的技能 如果有一方没有位移 那就是绝对绝对的劣势 如果说蓝刀没有Q技能 那我们直接EQ上去打他 他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但蓝刀一般不会没有Q 因为蓝刀Q技能补兵的话 会回复50%的cd 但是不会缺那个Q技能cd的 然后打蓝刀的话 如果你多少球稳 也可以像我这样 可以出个互币 你只要出了互币之后 基本上难道对你的 就说对你就没有什么 威胁了 就你出了互币的时候 难道是不可能把你命熬掉了 你看这的话就出了一个护甲 还没有出互币 因为钱不够 我们之前说的 如果打这种 换血能力非常强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EWQA这一套小小链招 你看这一波我们还是一样 虽然双方都有位移 我也吃了他全道技能 但是因为我一个W的护盾 把他晕到了 这第一 第二的话 就算我没晕到他打出被动 他也是打在我的盾上 所以这波我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都是刚上线 但我的血量也是非常赚 那这个蓝刀 你看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蓝刀是非常聪明的 他知道我没有技能之后 虽然他的血量比我少 但他知道我没有技能 他还是敢于回头来 QA打我一套 主要这里我被小兵卡了位 我不被小兵卡位的话 他应该是说Q不到我了 但这里的话 我们之前说的 艾克的一技能 艾克的技能是比这些 有位移的英雄的技能 要短一点的 这是我们的优势 你看这里我一放完之后 只有多少秒的设定 9秒 9到10秒左右的一个设定 这是我们艾克的优势 第一套换血换完 就算我们有可能有一点小亏 但是还是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第二套好的块 这就跟一个爆发英雄 跟一个持续英雄的 一个伤害对比一样 那爆发英雄 只要没把那些 持续能力输出非常强的英雄 把它秒了 就跟刺客打ADC一样 刺客只要没有秒掉ADC 那最后肯定是ADC 当然一般刺客都可以把ADC秒掉 所以我们为什么打蓝刀 手出并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只要蓝刀没有把你艾克秒掉 剩下他都是挨揍的一个世界 当然还是最主要 注意就是我们 打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都是一样 一定要记住 你的位移 就是用来反手夺技能的 谁先手谁的劣势 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 就是说双方都有位移 谁先手谁一定捏 刚才这里 我为什么先手是有史 因为我多了一个W 而且他吃到了我的W 我就是用这个W逼他走位的 你看我之前打其他的英雄 如果没卡到CD的话 基本上都是不赚的 这是一个三级到五级 打这些有位移的英雄的一个细节 就是如果他凶 那么就把技能捏在手上 用一技能躲技能反打 如果他怂 那么就用A双Q推线 然后去有着找机会 就打杰和卡特的时候都这样 杰和卡特都非常怂 那推线推不过我们 那么就双Q推线 当然当他打得过我们 那么就把Q线捏着打反打 这是一个 五级 三级到五级的对线细节 再来说下六级 六级之后的话 我们一般对线的方式 就是说也是一样 从三级到五级 如果你想凶 那就卡别人CD 上去EQA打别人他 如果你想稳 那就双Q推线 六级之后其实区别 对吧 就打法区别不大 只不说多了一个大招 然后第二点的话 也是跟我们昨天讲的一样 就是说六级之后 你不用太过于的想象对线 因为我们 无论是六级之前和六级之后 你基本上打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你都是很难杀的 所以说六级之前 想着安稳发育 六级之后想着多带节奏 因为这些英雄 虽然他跟你同时游走 伤害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推线没力快 是吧 艾科真英雄 只要是一个推线非常快的英雄 他的优势都在于资源游走 对吧 就是你玩什么 延确卡牌 艾科真英雄 不是要你跟别人打对线的 这些英雄不是用来打对线 而是用来推完线之后去带节奏的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能杀就杀 杀不了 就利用自己推线快的优势 多去游走资源 你们一定要如果你们以后无论无论 玩任何推线非常快的英雄 你这个英雄天生用来就是用来游走的 你看那些游走型英雄 哪个英雄推线不快 蓝刀卡牌 岩雀 龙王 对不对 为什么要给他这么快的游走能力 就是为了让他亲线 对不对 他亲完线他才能游走吗 给你这么快的亲线能力 就是为了让你游走的 而不是为了让你打线上的 你看那些龙王打对线也不厉害 对不对 龙王这英雄在线的对拼 也拼不过别 是吧 然后第三点就是游走资源的时候 不要畏惧越他 因为我们昨天也讲了 有阿德埃克 就是为越他而生的 这的话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一个所讲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怎么打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首先第一 谁手上有位移谁厉害 如果都有位移 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个第一点 就是谁手上是有位移谁厉害 就有位移的一方可以向无位移的一方发起进攻 这是有位移的有位移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谁位移好了 谁就可以发起进攻的号角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都有位移 那就看谁能用他的位移技能 把对面的位移技能躲掉 就比如说你们打亚索 对吧 亚索一过来 你可以用一技能把他Q躲掉 这样的话亚索少一个Q 他就风就长得更慢一点 第三就是如果你非要在别的有位移的时候 主动向上去消耗了 那你必须要卡他一个小技能设定 就比如说还是一样 亚索如果用了Q技能Q兵 远动那这个时候你看到Q兵之后 你就直接上 这样的话他往上打完一趟上 你直接往远离小兵的方向跑 他也拿你没办法 就是说如果你非要主动向上 那就必须要卡谁的 第四点就是说 一般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推演都没你什么 没你埃克快 如果你实在都要说 打他们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杀他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换去 那你直接用双Q推线就行了 就你前面都要 我不知道 我不太相信自己的反应速度 我不太相信自己 一技能能躲掉对面的 那个 不太先用自己的一位移 能躲掉敌方的技能的话 那你直接双Q推线 只不过 你这个双Q推线 双Q推线法 跟昨天的双Q推线法 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 昨天你丢完Q 你可以稍微 没有那么害怕 对面的一个重担 但今天你打这些 有位移的英雄 你一定要记住 你第一个Q丢完 不要紧 丢完之后 你一定要跟敌方 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这个安全距离的意思 就是不要给他突进到 那第五点就是说 艾克的位移技能 是除了亚索以外 射地最快的一个 就你第一套交换了技能之后 我们第二套可以直接上 因为他的位移在射地 我们的位移没射 没射地 好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全部内容 下期之后 大家下期之后 可以多多去练习一下 今天的作业的话 也是一样 找那些 就是说你们平常打牌位 或者说找那些会玩 有位移的英雄能去搜 按照我今天打法 就主要还是 主要是路还是反手 好吧 我们今天话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